就是大林为什么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 你想好了再说 这个他们老两口都不知道 能说吗师傅 能播就能说 那我就说了啊各位 我也不管得罪人不得罪人了 我也不管谁爱情不爱情 严和强有多户郭麒麟 大胆发言 一点不管自己会不会得罪人 就连一项什么话都敢接的鱼签都沉默不语 虽然外界都认为 郭麒麟去娱乐圈发展 严重影响了严和强的发展 其实郭麒麟能这么全身心的投入到演艺事业 离不开搭档严和强的支持 很早的时候 郭麒麟就想过放弃相声出国留学 还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严和强 严和强虽然有些接受不了 但还是从朋友的角度上 给了郭麒麟最大的支持 只是后来因为种种没能出国成功 哪怕现在郭麒麟进军娱乐圈 严和强也毫无怨言 多次公开支持搭档的决定 2023年12月31日 等于社跨年相声专场演出上 严和强虽然身在国外无法参与演出 但还是给郭麒麟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作为曾经的搭档 严和强可以说非常了解郭麒麟的想法 因此他就在郭麒麟生日之际 送上了这枚代表抗争独立的硬币 虽然说郭麒麟是郭德纲的儿子 看似前途无忧 实际上郭麒麟并不想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 他也想证明自己 因此就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娱乐圈 可是很多人对此并不看好 认为他只是到娱乐圈玩玩 很快就会回到相声舞台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郭麒麟不仅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还一举拿下了影帝的称号 严和强此时送他硬币 意思显然在说 你放开手干 我们永远在背后支持你 这让郭麒麟非常感动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量 我当时天然也非常的感动 我怕我说了说我哽咽 严和强对郭麒麟这么好 也是因为郭麒麟一直把他这个搭档放在心底 郭麒麟决定主攻娱乐圈后 就找到了严和强道歉 并且嘱托自己的父亲 一定要把严和强的工作安排好 不能让对方的收入和待遇降低 他也跟我表达 我觉得大林要说的很实际 就是说如果要是我现在这么忙的话 起码在赚钱这件事上 说的俗一点 就赚钱这件事上我们是不会 就对我是肯定会有很优厚的安排 爱并不是一昧的迎合 而是相互依偎相互尊重